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自己的原来分了一群小鸡 如果小鸡淋了起来 把自己赶了一把 这是大周朝的 汉代皇帝也被搞了 汉代的那个汉文帝被自己的七个兄弟一块打一个 但是这个因为汉文帝比较厉害 所以把那七个人都镇压下去了 那到后来 比如说明代 明代的皇帝那就杀人了 那每天早上大家可以听过这个故事 每天早上那个大神上朝的时候 跟自己的妻子还得已告别 说不定我今天又回不来了 是吧 皇上今天老婆跑 是吧 看了多少 这个电子包打死了 所以 实际上中国它是不断在强化中央次权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看 西方 西方你看 英国的国王不管什么 法国的皇帝给干掉了 俄罗斯的皇帝给列宁城是清炒出地球了 这个 这个 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它是不断在像民主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 这个问题就来 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它在走一样一个不同的道路呢 让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图是中国周朝的地图 中国的周朝 在开国的时候有一千万人口 到它灭国的时候就有四千万 那古希腊 古希腊它是由中国成方组成的一个 它是一个文化给你 实际上 之前德国 德育制 它只是一个王大点点 政治上它是不统一的 那么 古希腊的国民口大概在八十万到一两万时间 它让我们造成了一个叫行政效率上的差距 那么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中国 大 那个 姚明有句话的案子 对吧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了 中国的专制 必然有它的事实 那么 是什么呢 就是行政效率 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那个时候 连马车都没有 你想想看 皇帝 他要处理政权 他要处理国家的政事 那要怎么办 就是专制 就是人家 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 你当机立案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这个是行政效率 但是 像我们看到 古希腊它就不一样 古希腊每一个城邦 顶多在五千左右 像雅典 强大的就有五万人左右 那这个时候可以开个会嘛 对吧 咱们就有的事情咱们开开会很好的 对不起 对吧 也没有什么大事情 但是中国这样的一千万人口 事情特别咋得怎么样 那就追求了一个行政效率 我去年 我今年寒假去的波士顿 大家知道美国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国家 美国的那个波士顿那个路 哎呀 那一路做的那个 就是我的臀部都要颠坏掉了 路实在是太差了 我问这个导游 我说这个路为什么能常常这样 那时候他跟我说 美国的路 中国的路是对样 中国的路 政府讲 我要在这儿去掉路 这四天这个皇帝给我拆掉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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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要给我钱 但是 美国它是 然后要去掉路 一个亿元搞上去 那一群人给它拖掉 先花一个月 要不要吃 第二个月 花多少钱 第三个月 请谁 第四个月 谁来组织这个工作 那肯定要投了一年 这个路开始修了 所以这个行政效率上 它就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差距 所以中国的专制 过去的专制 逃出的行政效率的快速上升 那行政效率反过来 加强这个专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下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皇甫高原上面 这个呢 实际上是古希腊的一个港口 就是 实际上在古希腊 古希腊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你的山上 你的奥林区山上 重点小贝啊 那么有个现实 所以它是什么 猪烧 就是 倒卖 倒卖 咱们文化大陆军主讲 这玩意的资本没什么 这个 中国人是农业的 农业生产为主 这中国的皇甫高原 是中国文化主要的一个发言体题 当然长江流域啊 通江流域也有 那么 农业这样一个发展 就代表什么呢 这个 这就是专制产生的调影 是地理环境的现实 中国 我们常常看它的地理环境 常常下来一段 还是非常特别的 往东 大海走 中国的海 跟其他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海上起的 浪非常高的一幅海 中国的渤海 就会跟内海 从地理常识上来 一般内海都浪有个第一点 第一点 中国的渤海就一流 你一划到中国海上就吃水 可能可能有两米 一个就有一个 但是 希腊里面呢 爱情还有一个 爱情还是常年 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适合经商 所以中国人 他在一开始 跌脚环境去现场 他走不出大陆的框架 往北 农牙包园 往西 青藏包园 还有一个是新疆的 昆仑山外 往南 那是东南亚的 东南亚村民 那不是人去了呀 人去了呢 就从那摇摇摇摇摇摇摇 所以中国 它就产生在这样一个 农业上面的发展 农业为主 商业为主 国家 当我们看到它是 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 日本 中国 波斯 埃斯 这样的国家 是不是都是专制 那皇帝全体 大的都比较比较 但是我们看到像 英国 荷兰 希腊 大国嘛 这样的以商业为主 国家 它产生完全不同的发展 动作 为什么呢 世界上 跟我们这个 中国社会当中 非常著名的角色 一样 大家知道 古名上有准备 名人不说案子 我是你爸 是吧 这个中国人 他 从来比如说 骂人的时候说 我是你妈妈 或者是这样的 因为 中国 你只要说我是你爸 就有一种上司 会下进的 就是中国的 父子关系 和西方的父子关系 不一样的 中国的父亲 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 这个 实际上 对男性的地位 实际上一个非常巨大的体制 人在产生是什么 大家肯定知道 这个字是父权的 父亲 权力最大的 就是孔子说 孔子那个 爸的答案 他英文的意思是 妻子在家 妻子 如果丈夫在家的话 请丈夫 丈夫在家 你要贴儿子 这就现在时候跟你讲 方法贴儿子 完全不贴 但那个时候 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 男子 在家以后的地位 是绝对是救于成功的 那么 父权带来的是什么 那想起来说 你母权要更暴力 就是 小的时候 很多时候想到你爸 你妈怎么办 你爸也可能 他妈也出到 别的狂车 每次 口完事 口不好 不要最怕 就见到二 见了妈妈都没什么关系 老爸 整齐都两下 然后在装置里 发个说话 是个mini 但是你要这样 你爸爸 嗯 这个问题有点 这个怎么跟爸爸 解释 这怎么没靠谱 爸爸又不能 把年轻轻轻完事 但是西方 它就完全不一样 只要大家知道 俄体普斯王 或者说宙斯 宙斯 他把他爸爸干掉了 他父爸爸 你叫坦默 爸爸 他爸 饿了皇室的孩子 对他自己的肚子 孩子出生一个吃一个 出生一个吃一个 出生一个吃一个 吃一个吃一个 结果全部都没消化药 就是俄司 把他做的一偷 把所有的兄弟也没多出来 然后这个 俄司他就把他爸爸打入了中国 他就拿来讲 18公斤 这个 像在中国 你有情况这样的 什么二十公斤吗 那打你活到的 什么二十公斤 对自己的爸爸出十公斤 但是中国 武军先生 掌握一个 郭俊梅尔 郭俊 我在养自己的老母亲 看到自己的老母亲 把肉捡给自己的儿子 心里非常愤怒 说 这个儿子没了 他贴贼 母亲没了 就不能贴贼 那怎么办 我要养我的老母亲 我不能养儿子 怎么办 挖坑把儿子没掉 就说他挖挖挖挖挖 上街被他感动了 反正这个人实在太小了 放了一些采访 他就挖到采访了 这个故事 中国二十四校里 这是什么 这是笑 这就是中国人的笑 就是说 你把孩子没掉了 然后养你的老母亲 这就是笑 你的爸爸把你没掉了 然后去养你的奶奶 这就是笑 所以中国人 对父权的这样一种 非常极度的夸大 包括山东闹婚 这个事情大家肯定知道 之前闹婚的事件 为什么讲过去有闹婚 就是很多时候 儿子甚至要把自己妻子做出业钱 就是交给自己的父亲 出业 就是这个字 出业钱 交给自己的父亲 这实际上在我们现代 都完全无法想象力 但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山东闹婚 就是想得到什么什么婚 还是买婚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 自己跟老丈人那些 不正当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山东闹婚 实际上他自己的情况下 我觉得 这一个问题上 就是父权的人 极度的一种 夸大和同胀 那父权代代是什么 在家里就是 爸爸是爸爸 那一类家庭 是什么 是氏族 全部都吸引一个性 那也是同样的 会有个上下级的关系 一个家庭占据主要位置 其他家庭就全部 处在他之下 那氏族就主成多 部落组成连红 连红结果成为国家 所以国家 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家组织 一般是从上到下 是一个非常上下级 非常分明的节奏 父母官 父母官 为什么有父母官这里 这是中国人主义的 你的官员 你的当地的官员 并像父母一样 一方面可以说 他对你像 你父母对你一样好 一方面就是说 他对你像三段子一样 是吧 这是中国的另外一个 专制的来源 那这三个 怎么做呢 这三个 这个呢 是中国一个军事化的文章 中国 普遍 我虽然说中国是 城上和平 但是中国的军事 确实是 在过去是 冷冰气时代 在世界上占据 绝对优质的国家 秦内 或者秦内 是周朝 周朝呢 这个 大家应该知道 长途之下 也就是赵国和秦国 在统一六国的路上 就到了最大的年 也就是赵国 他要打败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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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俘虏了赵国 四十万大营之后 秦国那样 一夜坑杀四十万 就买到坑 这四十万 就买到坑 当然逃着 也有可能 但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朝在损失了四十万 军队的关卡 他仍然在此处的战争当中 抵党出了北方 英雄领土的攻击 然后我们就看到 中国过去的这种军事化 西方就要前途了 这个文权关卡 斯巴达三百 抵党人家 多次两百万人 一个人干一万 这个 这个 实际上 这个可能是在有神话程度的建筑 但是 从这个神话当中 你看到 希腊或西方 他对军事化 是没有多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的军事化 并不是很强 那军事化和专制之间 这是一样的关系 呢 军队最讲究的就是 上级发一个命令 我就看死掉了 我要把这个命令完成 这就是专制的带来军队 文化的概念 这个 专制带来军事上的 军事量的问题 中国人上发现 农业文明 带来的人口 同样是非常快乐 那中国人生孩子 在家里七八代 觉得很正常 过去的时候 这是农业文明带来的 就是 你钱啊 有人去导作啊 所以这个 人口口上 西方国家很多 西方国家 它可能就是 比如说 亚里士党的时候 人口的快速口上 是贫穷的 它对人口口上 是有种恐惧的概念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 这个 父亲经常在外头 比如说 你要是个农民的话 经常在外头 受到什么 地蜀的气压啊 或者是 你的头顿啊 搞你啊 或者是什么要搞你啊 这个时候 农业的孩子 你就游入零下 就是 比如说 我在外头生气了 会打开的 真的是在外局很平常的事 所以 中国人口膨胀 迅速的情况下 那就要争夺资源 争夺资源 争夺资源 那个面对 看到 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 是商朝和征调之战 这个还提前不是很明显 第一个叫 紫共之战 皇帝和延帝这段战 这就是 老江家 和宣源家族 老江家 两个人都被干到的 赤油之战 姓姓姓 一个是延帝 延帝也姓姓 那姓什么 我不知道 宣源爱 就是皇帝 这个宣源是前后打的两位僵尸家族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同时投资全中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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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皇帝 我们说 他实际上是个职业精人 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师傅皇帝 枪杆的一桌出身体 就是某种形状 这个 这个 皇帝为什么说 他是职业精人呢 古籍里头是这么起点 52战 天下贤 贤 是兜的意思 就是说 52特别代表多的意思就是 就是 皇帝也比较说 你那个人对吧 对我不服 打 打不服 他就变成灭尸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职业精人 所以就是说 造成军事化和专制之间 你要提升军事实际 你必须要战装战装 战装战装的 那军事化提升 还是个 不但循环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是 军事化带来的 中国国内的部落之间的竞争 可能和西方的部落联盟是不一样的 就是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 这个 这个 中国它 这个 部落联盟 我们说中国有部落联盟 所以它在一个四国 姚顺宇 你在古典上记得 他经常就是 看你不少啊 你是别的部落的 我是这个部落的 姚顺宇想 我是这个部落的 都看不少 但是希腊 不曾经 希腊城没有任何一个城邦 有这种能力 去征服全希腊的城邦 所以你看 那个 古希腊而助理的 那个叫 古希腊 曾经组织军队 曾经那个 木马战争 就是抢夺 那个 全世界最漂亮的战争 那个国王 所谓的希腊的王 都是真正的 上来的 肯定无人家说 武东东东多强 这场战争 一定能答应 你们要吗 所以就是 中国 它在这样一个 军事化的概念 反过来加强了专制 专制跟军事化 同样也是一个 互相处理的国人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著名的 一个制度 这就是科举 科举制度 这个东西 让我说 它是阶级隔阂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这件有隔阂 西方国家 和中国的这个 关于阶级隔阂的处理 是不一样的 你看在 夏朝 双朝 周朝 官学是不对民众开放的 就要查起来 你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不是贵族 你爸爸不是贵族 不允许低学 当然 你可以去私学 比如孔子 孔子他教的就是 没有那么兴奋的 我私学 那到 实际上 这就是中国人 他要处理 几层民众 对自己已经有过满了 那 怎么办 要处理这个问题 那个 加强民众的权力 到汉代 设立的太学 应该是允许普通人进入管制 现在太学 它是最高的管制 不允许普通人进入管制 普通的学校还是允许的 到后来 隋朝 开始了科举 隋朝的科举制 实际上 一开始 隋文帝想要把 天下的阴险 他要改变之前的情况 之前南北朝和晋朝的时候 就是 你爸爸主要厉害 你就是个傻子 你就能够当点下 就当时 隋文帝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隋文帝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他就要从天下来 就是宣认人情 放那些科举 当到后来皇帝 中国皇帝 中国皇帝全成立 科举制 他拿来干什么 打破 贵族和民众的 这样一个 这个 然后我们看到 大家可以举出很多贵族 比如说秦 这些国家的诸徒上 都是贵族 但是大家想看 宋戒 能不能举出一个 任何一个贵族 能跟宋戒的老赵家相抗 没有任何一个贵族 能跟老赵家相抗 中国通往科举制 打破了 这个 贵族和民众之间的 这个隔阂之后 所以 这个民众对于上层阶节的 这个压力就变得 逐渐变小 所以中国 到后来就是 除了皇帝全家 除了皇帝 就是除了皇帝全家 这样实际上加强了皇帝全家 加强了皇帝全家 加强了皇帝全家 智高不上的概念 就是说皇帝和民众这件事情 再也没有什么位置 这次这样的概念 不可能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我们上了 皇帝就是皇帝 民众就是民众 就是天上阶 天上阶阶 就带来这种 就是中国的皇帝 然后大家看老师 他就在宗教法里面的概念 老师 爸爸 com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什么来 那个是法国人 指的这个革命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在这个三级会议 那三级会议 贵族是三百元,就等于说,那1%的人都占600人的系列,99%的人都占3百元的系列 这样,我说不好听的,欧洲贵族比较老,有点老,他一直不愿意打破杰西哥哥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老子,但是他确实不愿意跟他老子 他一直没有打破杰西哥哥的情况下,民众就会越来越,越来越频繁的去反抗 那我们看到华华大的秘密,两年就把好地感觉,两年就把好地感觉 这边是总统,那边又有帝国,这边有总统,那边有帝国,他没两年就不愿意跟起 所以,不到后来,西方国家还开始实施,民众开始联合起来 民众联合起来,就有成立一个国民议会,实际上是民主的一个处形 那几层民众联合起来之后,这个上台阶级是已经挑战 那民众他又开始讲,我把这个阶级打破了,你跟我现在是一样人 那我要有一个相对来说制度,我要保持他们的聚属 他不敢再让这样的制度出现了 那这样的,他们创立一个什么制度来的?就是民主制度 所有人,一样的,这个区别,也没有那样的黄帝什么的 咱们全部还找财能来判定你的社会意味的高低,包括你的财索 去判定你的社会意味的高低 所以,就是,这个,最后一点就是,阶级隔阂 阶级隔阂越大的国家,我们实际上发现它越容易产生民主的制度 包括日本,日本的府市和民众是完全隔开的 但是,像中国那样的,阶级隔阂在现在已经全部打破的,几乎全部打破的这个国家来说 专制,实际上,它是一种趋向性的国家 专制,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断加强的国家 因为,你跟皇帝就是天上之人 也没有想要人会讨论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演讲 谢谢大家